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再蹲下来一次 可是现在已经翻红了 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 重点就在欧洲 因为昨天欧洲的央行利率会议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过 其实我在看这些国际事件 还有在做一些政策上的预期判断 都是很到位的 你看在礼拜二的川普金正恩的会议 我在说没有什么太高期待值 影响不大 国安虽然很平和 可是对股市的影响 就只剩那一刹那而已 警戒礼拜三的美国联总会利率会议 我说一定会升息 国安升息了 那升息美国股市 其实没有那么的激情 你看美国股市在礼拜三 宣布升息一马之后 你看这两天 道琼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反而昨天科技股是比较强的 拿大壳再创历史新高 费成半导体 昨天也是小涨 所以就光是科技股的大涨 对台北股市今天就会有稳定的效果 所以昨天台北股市跌了之后 今天回来是预期重的事情 好昨天欧洲的央行会议 我特别跟大家事先谈到 我说QE退场应该会执行 那因为QE那是不得已的事情 对不对 印钞票来换资产 当等的景气开始明确回温之后 一定是会停下来的 甚至于慢慢的把印的钞票给收回来 这是一定会做的事情 值什么时候来做 你在股市好的时候 在景气好的时候 你不来做 那等到景气一定是循环的 当景气循环到高峰的时候 你不赶快来做这个事情 那等到景气又开始走下坡 你更是收不了 那你只能一直印下去 毫无目标的一直印下去 那会更惨 所以果然昨天 欧洲央行利率会议开了之后 确定QE要退场 那时间表在年底 因为他不可能马上说退就退了 懂什么 因为原本他在QE执行的时候 他有个时间性 这一次到什么时候 下一次要不要延续到什么时候 所以他上市的一个延续本来就到 九月到年底 所以他至少要把这个计划 完全的落实结束之后 他才可以改变 所以昨天宣布 接下来年底QE将会退场 欧洲全部都大涨 你看德国涨了216点 法国也涨了1.39% 英国也涨了0.8% 那英国影响就比较没那么直接 因为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了 已经退出欧盟了 所以对于英国的影响 可能就没那么直接 其他全部都大涨 那今天亚洲股市 目前看来被带动的效果 确实是还不大 因为大家比较关注的 还是在大陆的这一块 还是在大陆这一块 因为大陆将在今天晚上 也就是美国的白天 我们的晚上 将要宣布会不会对大陆 克25%500亿商品的一个关税 所以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这一块 所以目前大陆股市刚开盘 目前还呈现效率比较弱 可是大陆股市如果不护盘的话 这里是很危险的 这一半不然是很危险的 因为一副要破下去的样子 所以大陆股市务必要注意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 马上回了上来 我说过 这个是被美国股市的科技股 给带动到 台北股市今天如果要涨的话 你看今天在全职股的部分 尤达今天开始在动了 群创今天开始在动了 全职股的部分尤达群创已经开始有 很明显的单量开始进场来做拉台 今天旁边上我们可以注意到是几个重心的方向 以目前来看的话台积电跟红海还是跌的 因为台积电这太大气了 这个需要外资的力量才会回来 那现在以晶圆代工来说 它的利基点是在8寸晶圆场报价的调高 所以台积电不是主角 至于红海的部分 它的工业互联网 这些子公司在大陆挂牌 第四天 昨天第五天就被打到点点板去了 所以这个对于红海来说 是一个比较不利的因素 所以要靠这两只股票是不容易 那要靠塑化股也不容易 因为最近油价表现不如预期 油价表现的不理想 所以要靠塑化股也不容易 所以有达群创出来扛这个责任 我想也是不错的啦 愿意有人出来 把这个盘给带动上来 总是好事 那盘面上我们看到 比较整齐的类股 今天中环来得还蛮强的 可是这两只股票带动效果不大 只是个别股的行情 尤其业绩很烂 已经涨很高了 不要过度的去追高 好 今天电池这一组就很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在电池的部分 加百玉 美奇马 康普 今天都不错 LED的部分 晶电涨了3.8% 可是晶电要注意哦 晶电短线上感觉好像很强哦 可是如果查过他的账 他目前在负债 目前在应收账款的部分 拉延长到6个月的应收账款 是很危险的 这个代表同产业之间 或者是下游的拉货 其实状况都不理想 而且销售的不是很好 所以才会应收账款时间 拉得那么长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 今天在太阳能的部分 有止跌回稳的现象 可是太阳能还是很差 因为大陆减少对太阳能装置的贴补 这个对太阳能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要注意 今天光学镜头的部分 大力光跌了40元 预测光就比较强 所以二线的光学 今天表现上还是相对比较 有买盘支撑的 可是业绩都很烂哦 要小心哦 这些二线的光学爱碎离 因为业绩普遍都不好 平盖股间有些股票还不错 台郡 凯胜 宏准 窦小掌 可是那个力量都不强 这个对盘面上的带动都有限 离岸封建的部分 前两天强了一天之后 今天离岸封建并没有很强的一个动作 所以持续力还不够 好 强盘初级的部分 你看强盘初级 等一下会跟大家推荐一档哦 你看礼拜三 我跟大家推荐滑通 昨天滑通涨停板 两天涨了15% 上礼拜推荐星星 你看今天星星又大涨了 今天星星又大涨了 我上礼拜推荐的时候在这里 上礼拜推荐的时候在这里 推荐完之后慢慢走高 今天要喷出去了 那至于滑通 在这里推荐了 推荐当天5%昨天涨停 我昨天就跟会员讲 昨天我给所有会员简讯通知 滑通只要有39元以上 就可以逢高卖了 今天最高是39.55% 昨天外资又大买滑通 可是外资越是大买你越要小心 昨天外资是连买第三天 买了一万一千张 那起三天可以收了啦 每天都有新的标的 不需要恋战 等一下我还要跟大家谈一档 外资大买有机会带动上来的标的 强放出击 让大家今天在操作上 有一个选股的参考 那最后跟大家报告的是 礼拜六的演讲 礼拜六的讲座 端午节到底会不会变盘 昨天那一根长黑棒 确实让很多人会担心 那到底端午节会不会变盘 你自己赢了没意义啦 等一下如果拆错掉 那做错赔钱更麻烦 你报名来参加我礼拜六 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我用我自创的时间密码 你看这个就是时间密码 时间密码在掌握转折跟方向 是很到位的 准确率相当高 我用时间密码跟计量图 让大家看到整个大盘 未来的一个方向跟趋势 那同时我们端午节的活动 剩下这两天而已哦 这次端午节五加五大于十 五加五大于十 同时把全套时间密码课程 一起带回家 这个全套课程我们在六月底 会开课 这里面两大部分 一个是各种时间密码计算来教你 另外倍速谷的选股法 几种倍速谷的选股法 实战三十年的经验 我们报名专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等一下强胖初级的部分 用心听 那今天强胖初级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推荐 2303的联电 2303的联电 可能有会想说 哇联电这么大机的 做这个高票怎么叮当 今天一定要靠它 如果大盘今天想要止跌回升 联电 他一定要出来表态 那为什么说联电今天一定要出来表态呢 因为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 就是联电 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 联电一万八千张 而且你看哦 在礼拜三 联电涨停的时候 外资反而是卖超的 昨天联电是压回两趴 外资反而是大买一万八千张 买超上市贵旁榜第一名 而且一万八千张买超是 这两个月以来 单日买超最多的一天 所以可见外资 昨天卖140亿 卖了140亿 可是却是大买联电 所以今天联电 如果大盘要止跌回升 联电一定功不可没 绝对要靠它采取 因为外资昨天在它身上失利最多 所以你要操作的话 有18元以下 我想这个风险都不高了 那代工价格一下子调高到20% 这对获益来说是一个大补完 首先2303的联电 在短线操作上面 两到三天的一个操作 提供给大家来做选择 你看这两天推荐的2313的华通 我们刚才起15% 上礼拜推荐的3037的新鲜 也是直接喷出去 所以我挑的股票都是本质很好 尤其是底部的 你可以放心 最后跟大家报告的 最后跟大家报告的 礼拜六的讲座 我们这个拜六的演讲 我要跟大家谈端午节会不会变盘 我用我自创时间密码来告诉你 正确的方向 你到底不要去欲白 如果拆错就麻烦了 打架进来报名 礼拜六下午2点台北厂的讲座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